還要來看到這是布滿交通部 所發布的違規祭典新制 今天上午呢 有上百名的計程車 以及遊覽車駕駛 大動作包圍交通部 手拿麥克風 奮賀南平上百輛計程車 遊覽車駕駛將交通部包圍 不時傳來喇叭聲 托明遠景坐鎮疏導交通 瀰漫緊繃範圍 全是因為布滿交通部 六月上路的新制 因此三十一號早上 大動作 陳情抗議 都停車或計車 那你要不要停車 讓他上車 今年已經付快一萬塊 我是看到客人了 或是怎樣我停下來 剛好那個不是 只是路口 那個只是一個三叉路口而已 那突然燈亮了 我怎麼曉得 同樣的車都過 為什麼我還沒開 高舉多車微停單 賺的車錢都得繳罰單 認為白跑了 新制上路 像是公車站交叉口等地方 微停或並排停車再客 就會被計1點 一年內 圍規達12點 就會被調控架 照兩個月 已經影響生計 因此提出 兩項訴求 包含路口每150公尺紅線 至少要有十到十二公尺黃線 每個十字路口 十到二十公尺畫黃線 方便安全聆聽 分存權完全被剝奪 我們的生計呢 就是掌握在誰的手上 掌握在那些檢舉達人的手上 政府的政策 沒有做的配套措施 沒有做的很完善 州辦中央提出改革方案 要求退回相關條款 在交通安全杜礦和法規之間 取得平衡和共識 且終於鄉成俊台北什麼的喔